大家好,我是小黛,欢迎来到第42期参考信息 上期节目提到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7日闭幕,给大家简单分享几条中方权威嘉宾的发言 中央裁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 总结了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需要克服的两大不利影响 一个是外部的遏制打压,一个是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 他欢迎各国企业来花投资,可以在中国放长线钓大鱼 黄奇帆也谈到了孔雀东南非的产业转移 他认为从长远看未必是坏事 但也解释了生产链转移到东南亚 既是因为企业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规避美国的关税壁垒 也是因为中国的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上升 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优惠力度更大 对于创新,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采访 指出了一个两难的困境 一方面政府介入创新是有意义的 但另一方面政府参与其中的创新大多不能言败 不能承认失败,不愿意宣布失败 实际上也就是在很多情况下不许失败 这会导致生产率的悖论 也就是到处都是新技术,但是生产力不提高 论坛期间,从总理到部长都在抓紧时间和外宾当面沟通 商务部长王文涛四天见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 和11家外企高管,包括苹果、雀巢、宝马、梅塞德斯奔驰、高通、辉瑞 会面多次提到供应链 王文涛会见一打董事长杨敏德的时候说 我们愿加强与美方的沟通 努力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说到企业家,马云最近回国了 3月26日,网民爆料在杭州文一路隧道一辆车上看到了马云 你说巧不巧,第二天,云谷学校公号证实马云已经回到杭州 蚂蚁上市风波后,2021年10月 专注农业技术的马云开启了全球农业考察之旅 到西班牙、荷兰,到日本、泰国考察农业技术、海洋养殖技术 一晃快两年了 今年1月,蚂蚁宵金整改取得阶段性成果 马云也主动隐身 这次马云回国消息确认后 27日当天,阿里巴巴的港股一度上涨5% 带领科技股跌幅收窄 但收盘时,阿里微跌0.06% 用马都工的话总结 这里最大的新闻是,马云回国成为新闻 农业和教育是马云退休后关注的两大领域 他回国后公开行程的第一站 是阿里合伙人2017年开办的云谷学校 马云中途谈到了Chad GPT 认为已经对教育行业形成挑战 但是这种技术只是AI时代的开始 人类应该用AI解决问题 而不是被AI控制 这个评论只能说中规中矩 此前的3月20日 OpenAI的研发人员发报告 研究了美国1000多个职业 与GPT能力的对应程度 结论是80%的人 至少有一成以上的工作内容 会受到GPT的影响 19%的人有五成的工作内容 会受到GPT的影响 最受影响的职业有翻译 作家 记者 数学家 财务工作者 和区块链的工程师 北京日报最近瑞评 说Chad GPT 背后的算法 芯片 数据 全部被控制在美国公司手中 就是美国意识形态的生成器 毫无悬念的又将成为 卡别人脖子的后手 果然是北京日报 北游前校长方冰心也说 Chad GPT会形成知识检防 甚至三观都会被左右 这话当然有道理 但是从防火墙之父口中说出 说服力总是差那么一点 而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 最近与纪录片 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的制作人 一起写了篇文章 他们认为 人类现有的机构 仍然源自19世纪 为了应对人工智能世界 人类要抓紧时间 升级这套机构 在人工智能掌握人类之前 学会掌控它 也就是调整生产关系 以适应生产力 看一组例行公事 美国3月20日公布各国的人权报告 国心办随后在3月28日发表 2022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 援引美国的报道和文章 批评美国公民权利保护制度 严重失能 美式选举民主日益空心化 种族歧视与不平等愈演愈烈 底层民众基本生存危机加重 妇女儿童权利历史性倒退 自以侵犯他国人权践踏正义 美国1977年开始发布 不包括自己在内的各国人权报告 1998年起 中国发布美国的人权记录 给他补上了 这几年又增加了美国民主情况 年度报告 最新一期3月20日出炉 报告的开头说 2022年美国持续陷入民主失真 政治失能 社会失和的恶性循环 金钱政治 身份政治 社会撕裂 贫富分化等问题愈加严重 3月26日 宏都拉斯成为第182个 和中国建交的国家 台湾所谓的邦交国只剩下13个 与此同时 捷克议长最近率团访台 去年底以来 韩国、美国、德国、英国的议员 相继组团访台 有的还是副议长带队 一周前 德国教育部长也去了 这是德国26年来 第一次有部长级别的官员访台 一方面 台湾为数不多的 所谓邦交国持续减少 清零是早晚的事 另一方面 对华建交的国家 与台湾发展各种形式的 实质性官方往来 让问题变得复杂 最后来看看中国足球 3月27日 中纪委公布 二十届中央第一轮巡视对象 对30家中管企业的党组 常规巡视 对5家中管金融企业党委 回头看 国家体育总局党组 单独开小灶 受到激动巡视的待遇 几年前 中纪委曾用9个字 概括过激动巡视 小队伍短平快 游动哨 小队伍是每个激动小组 5-6人 每个人都是有效火力点 短平快是高效精准突破 直接冲着重点专项问题去 游动哨 是哪里问题反应突出就去哪里 初其不易激动巡视 激动式巡视 有显微镜探照灯的作用 招式有三 一是抓住关键 有地放始 避免剑走偏锋 二是盯住要害 激动灵活 不搞面面俱到 三是创新方式 窥斑见爆 当好守根人 中纪委书记强调 对国家体育总局的激动巡视 要深入查找 推动解决体育领域 特别是足球领域腐败问题 和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 为建设体育强国 提供有力的保障 念得有点拗口 但希望中国足球还有救 好的 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 我们周末再见 感谢观看